包姆和凯罗的天空之旅 星期一早晨正当我们吃着双饼时 快递送来一大堆包裹 包姆,这个星期日是爷爷八十岁生日 希望你带凯罗来玩 爷爷有一本书放在阁楼里 那是我最喜欢的一本书 请你们来的时候能带来给我 爷爷上 哇,这是爷爷寄来的包裹 拆开后,里面是组装飞机的零件 还有一封爷爷写的信 信上说明飞到爷爷家路线 首先,先将工具拿出来 把早餐吃完 接下来,开始组装 涂油漆,装引擎 喷上名字 一直工作到星期六深夜 拆把飞机组装好 牙刷,掏耳勺,还有爷爷的书 所有东西都带齐了 接下来准备出发 刘华提 金国山有个大洞 里面全是虫 千万别进去啊 啊太可怕了 下次要小心点 然后 会看到南瓜火山 南瓜火山虽然每50年才爆发一次 但是今年刚好是第50年 所以要特别小心 张开眼睛时 已经来到辽阔的大海上空 海面上漂浮着一座座小岛 让包姆想起来 爷爷信上好像写着 大海里面 住着一只大海蛇 一定要小心 快12点了 准备吃热狗便当吧 吃热狗 当然要多加点番茄浆才够喂啊 咻咻咻 我们继续往前飞 没多久 就看到一个岩石隧道 爷爷在信上说 只要过岩石隧道就快到了 隧道很窄 可是越窄越能展现包姆的驾驶技术 包姆说 看我的 里面全是吸血蝙蝠 赶快撒些红色的番茄酱 免得蝙蝠来吸我们的血 咻咻咻咻 仔细一看 原来爷爷在后面还继续写着 隧道里面有很多吸血蝙蝠 千万别进去 正当我们清理飞机上番茄酱时 好像有什么东西飘过来 这莫非是 果然 那是爷爷家烟囱冒出来的烟 终于平安抵达了 爷爷生日快乐 那个晚上 爷爷讲了他最喜欢的那本书给我们听 书名叫 奇怪的飞机爷爷